今天希望输入年龄的部分 当然未成年还是固定的 因为小于18岁 可是呢 如果今天希望18岁以上做三种变化 可能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壮年吧 一个是青年 一个壮年 一个老年 类似像这样子 那分的range不太一样 如果18岁到30岁的话 那就是青年 所以我比如今天输入 假设输入一个数字 他是25岁 Enter 那就青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再来的话就是31岁到65岁的话 比如说他55岁 那就壮年 如果说呢 他假设是66岁了 那就变成老年了 OK 所以变成说 如果我将来希望呢 把刚刚的这个程式逻辑 变成多重的 那主要多重的 就是下面这一个区块 怎么改 本来是长这样 Ls变成成年 但是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变更 成为再多好几个逻辑进来的话 那该如何撰写 OK 接下来的话呢 写改的方式其实也蛮简单的 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我刚刚我发现 有些同意还是会打错 冒号忘了打 然后呢 缩排忘了加 有没有 然后字拼错 这都常见 所以哦 这不要发生 程式就写得很顺 OK 所以有时候同学常常写错程式 我发现 但是他又很紧张 我说你就少打错 少打一个东西就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 真的 可是反而我发现 你写就很紧张 我其实也不用紧张 真的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找出来就对了 就是这样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而且错了 他也会提醒你 比如说 假设你少 少一个这个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错误呢 你也可以记得错误的 以后只要看到这个错误 你就知道为什么错了 这怎么错 他跟你讲说 你这个 这什么 这有个错误 对 他这边有跟你讲说 你少一个block block的话 就是你那个 这个地方需要再缩排 所以以后看到 这种状况的话 记得按一个tab键就好了 如果少加个冒号 会怎么样 他也会告诉你 怎么应该语法错误吧 语法错误 然后呢 他说你这个 而且他告诉你 你的错误在这个箭头 在哪里 这个的下面 所以其实就这里 加个冒号就好了吗 不就OK了 所以其实错误没有关系 他会提醒你一下 OK 那只要打对 那就不会什么错误 执行的话 那就OK了 所以第一个 错误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把它停掉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我的逻辑是18到30 是青年 18到30 那怎么加 变成说 if 这个是如果为true的时候 就执行这个 如果为false的话 执行这个 但如果中间还有的话 记得哦 请你在 这个地方 if的 等于第四行的地方 按一个 把它back到前面去 按个backspace 然后呢 记得哦 如果还有 其他的话就是什么 叫l 叫什么 alif 特别 alif 加一个if 这个 alif的话 其实就是加一个el OK在前面 然后条件的话打在后面 他是什么 他的条件是 他的年纪 是叫介于 那个18岁到30岁之间 是青年 所以我们有个叙述 18到30 那怎么叙述 18 所以是什么 这个年龄 所以h 它怎么样 大于等于什么 18 大于等于18 空一格 而且 所以end 不能偶尔 如果偶尔的话 就祸了 那祸就太大范围 那这样h 怎么样呢 在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30 的话 OK 冒号 做什么事情 再enter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alif 其实跟上面的if 其实有点像 只是前面多一个el 那如果以那个叙述顺序来看 这个就是首先 这个就其次 那其次其次 反正再其次再次 都一样 alif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我把它print print就是什么 青年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青年 OK 然后就把这个青年输入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好 青年 金碳号 OK 好 再来的话下一个是壮年 壮年的话是31到65 假如啦 不过这个range 你也不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样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没关系 甚至你可以自己再去变更也没关系 反正我只是粗估大概 你说青年 青年 青年现在到30岁 以前我记得30岁感觉已经很老了 对吧 青年 我以前认知了 我觉得大概差不多20岁以上就等于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了 应该就是壮年的吧 OK 那现在当然不一样 如果你现在还住就是还住在家里的话 感觉就就感觉没有独立的感觉 对不对 可能不同的世代吧 不同的世代当然有不一样的认知啦 OK 那所以如果壮年的话 31到65 那怎么叙述 其实你会发现哦 壮年好像跟这个叙述有点接近 对不对 其实比较聪明的做法怎么样 把它复制贴上来改好像比较快 有没有 但是有时候你不要随便复制啊 改不完整的话容易就出错了 所以把它贴 那改哪里呢 这边比较好了 大于等于多少 31嘛 对 你不可能说大于等于又30 那等于30重复的地方 那不行 OK 那到底他怎么跑 不过他理论 如果你这边30的话 他会先跑这边 因为他程式是由上而下的哦 OK 好 那end呢 这个的话就是65 65岁 OK 然后呢 这边就把它改成一个壮年 这样就可以了 壮年 OK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剩下的 其实当然你底下你可以写说 LF H 如果大于65岁的话 有没有 就变老 可是 其实 就等同是Ls嘛 除此之外 应该没有别的啦 好 因为前面都已经都 都已经 判断完了 剩下来的 所以剩下来 其实就打这样也可以啦 那你这边把他改成老年 这样就OK了 把他执行 那所以我们随便输入一个 假设壮年的35岁 OK Enter 撞你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主要是 修改中间这个部分 那以后如果你还有更多条件的话 就继续LF LF 一直下去没关系 反正就是一直 有点像是在判断判断 让他再细分没关系 而且一幅里面还可以再加一幅 也就是你 这个筛选过之后 你还可以再加一幅 所以你可以筛选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东西 有点像是那工厂 有没有 我们也要筛选水果到底 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它会分别按照重量去跑 有没有 其实我 那就等于是自动生产线 那这个逻辑判断也是类似的概念 只是说它是在电脑里面的 因为我们要针对资料 所以你就大数据进来 然后让它自动 自动该放哪里就放哪里 会分门别类 自动帮你完成 有点像你就建立一个生产线 多好 以后你看到就是它自动完成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感觉上有点像以前的工业 就是农业时代跟工业时代不同 有没有农业慢慢做慢慢做 你做不了多少东西 那工业是一下全部OK的 大量生产嘛 你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 全部一次完成的嘛 对不对 那一样嘛 主要是因应大量的需求嘛 对OK 这个资料量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说 我现在不想用电脑了 电脑通通丢到一边嘛 有这种吗 应该没有了 没有人只嫌弃说我们用的不够多而已 不够快而已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